嗨,這裡是DMI Studio 那今天我們要來開箱一把這個 JDR的GM-0648 這個入門級的翻譯接口琴 那這把琴是由 小海盜提供給我的 因為我在網路上看到 蠻多人在使用這一把琴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實際開箱 感受一下這把琴是不是有真的這麼好用 好,那把盒子打開 打開你可以看得到一把 這個稍微是暗色的蓋板 給大家看一下 暗色的蓋板 好,那我們就直接拿出來 底下一塊試琴布 這個給你插口琴的齁 不是拿來插汗的,插口琴的 好,那就放旁邊 我們實際來試吹一下這款琴 初期感受 我覺得這個按鍵跟LUNA的很像 就是 是比較大程距的按鍵 翻譯接按鍵 整體的口琴很輕 跟我的SCS比起來 感受一下 這把也很輕 十二孔的翻譯接應該大概都是這種重量 只要是塑膠琴聲的 來感受一下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試吹 唉唷,聲音蠻大聲的喔 低音的親密性還不錯 欸,找到一個 這個應該是黃片水平偏移喔 中間的這個 中間的這個 黃片有水平偏移 那我們等一下再把它拆開來看一下是什麼問題 然後如果你不能自己解決的話 那你就自己聯絡這個賣家 看有什麼後續的處理方法 好,試一下聲半音的 欸,這裡還有一個 欸,這裡還有一個 好,這個也是水平偏移 那這個聽起來比較嚴重一點 好,這款琴在 這個蓋板的地方啊 它跟那個 LUNA 蠻像的齁,它都有做一個 這個手指的 凹槽齁 你可以比較 容易的 抓緊琴 好,那 我個人好像在喜歡 如果它可以再做後面一點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 因為實際上我在拿的時候 我並不會拿到這麼中間 好,如果你拿到這麼中間 實際上你在吹八度 好,你的嘴唇會吃到你的手 所以我個人會比較喜歡 拿後面一點 尤其是十二孔的琴 好,因為 男生的手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我 可能會選擇拿在側邊吧 好,拿在側邊 然後如果你真的要做手真音 再收,收進來一些 好,不然我覺得拿側邊的操控性是還不錯 但是拿側邊的時候 你的上蓋板的手指頭 就不會拿到這麼中間去 就會拿到稍微後面一點 出自在吹的時候 感覺到它的氣密性還不錯 就是如果以一款入門琴的這個想法 跟這個等級來說 那這款琴的氣密度還不錯 而且我覺得它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它跟LUNA一樣 就是它聲音非常的大聲 對於初學者來說 你只要輕鬆吹 就可以發出比較大的音量的時候 會對自己比較有自信 所以我覺得還OK 好,那氣密度 在低音跟中音還有高音的話 感覺都還蠻類似的 就是 整體的吹奏感覺蠻平均的 我剛剛稍微試了一下 用舌頭斷音 嘟嘟嘟 這種方法去測試一下這款琴 在輕鬆吹舌斷音的狀況下 是不會閉黃的 好,那我想我應該會先把它打開來 先解決一下 剛剛說的這個 黃片水平偏移的問題 不過我這樣看 好像 它是用電焊的耶 它是用電焊焊上去的 好像 沒辦法像 HONER的琴 你直接用手把它水平 偏移 把它校正一下就行了 這個我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等一下 打開來看看好了 看一下是什麼問題 造成它的這個黃片有歪掉 那我們就來 拆解一下這款琴齁 來排除一下它剛剛黃片的問題 然後看一下它裡面的結構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 把這個 GM0648這把琴 拆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蓋板 十字的螺絲 十字螺絲 這個 拆斷的方法就跟 SYSUKI啊 跟LUNA是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剛剛 是RAI這個黃片有問題 啊 水平偏移 它焊的時候沒有焊好 畫面的左側也就是我左手 死死這個地方 它現在是歪一邊的 好 沒有焊好的問題 還有一個是RA 好 RA是這根黃片 好 也是 看起來也是沒有焊好 好我想這個應該是要把它 重新打動試試看 好 我們先把它拆開 好 這款琴有一個 特別大的優勢 它在高音的地方已經幫你 安裝這個 高音的 plug in 就是解決這個 高音難吹的問題 它正反的地方都有做 好 先下吹吹看看 黃片的部分等一下 我們用SYSUKI的 換黃片的套件來 更換一下 它這個應該是裝上去的 它有上膠把它黏起來 好 那基本上它這個設計 就沒有什麼太特別的 就跟 一般你買到的SYSUKI的口琴 是一模一樣的 底下的墊片 然後按鍵 然後再放上吹嘴 這個 狀況都是一模一樣的 好那我們先來處理一下 黃片的問題好了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RAI的這個黃片 RAI這個黃片 它在外側 它在外側 它在這一個 這個位置 四個孔為一個單位 所以第二組的外側 好那你要更換這個黃片之前 我們先嘗試著 用SYSUKI的換黃的這個套件 來打動試試看 所以要先把膠片弄掉 這個等一下會 膠片我等一下會弄 會需要 所以先放旁邊 好一樣把膠先除掉 然後之後我們下黃片 好然後打動 這個黃板好像滿軟的 這個打動一下一打就過去了 它也沒有什麼太清脆的聲音 好打完動之後 攻牙 攻不進去的話 你就不要硬把它弄過去 先用這個 HONER的擴孔器來擴孔一下 好接下來等一下我們要上黃片的時候 要先把黃片打磨 好讓它平整一些 好打磨黃片 我們在上黃片之前 先盡量讓黃片保持平整 這樣你在裝上去的時候 才不會 因為不平整 然後它會產生 無法預期的震動 包括這個也是 你都要打磨 好我們先試試看 用這個方法裝 行不行 看能不能順利的把它裝上去 好 好 好 這孔稍微偏底部一些 我把它擴孔試試看 好 這個步驟是把黃片的 這個 螺絲孔位再稍微擴大一些 好 我們把它擴大一些 看一下 能不能順利的鎖上去 好如果真的不行 我們就要打磨黃片的 好 所以這樣 這個音就沒問題了 R 等一下我們就把膠片黏回去 然後還有一個音是 聲拉 哇它現在完全塞住了 好 用一樣的方法 先 把膠片弄下來 等一下重新黏膠片之前 的這個膠 要把它除乾淨 不然等一下會有 黏膠片的時候也會不平整 不平整也是一個麻煩 好 剛剛拉是哪個音 好這個 它明顯歪掉 我直接用這個把它轉下來就好 欸 這個黃片的材質好軟喔 很薄 在對於換黃這件事情來講 稍微麻煩一些 轉不下來耶 第一次遇到轉不下來的黃片 好 好 一樣打動 我有種感覺就是 這一款的黃片特別軟 你在做一些 維修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不要讓它 有一些問題 像剛剛我就有點折到這個黃片 側邊啦 側邊 但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裝上去再看看 好 一樣打動 好 我們剛剛已經做過一個 這個換黃的動作 那我們就複製貼上就可以了 然後擴孔 好 接下來公牙 然後這個也是要擴孔 剛剛我們另外一根黃片也是有擴孔 那這個也是 好 一樣擴孔 好 打磨完之後我們就把它裝回去囉 好 打磨完之後我們就把它裝回去囉 試試看 剛剛折到黃片會不會有影響 好 那我們就試試看把它裝回去囉 看起來好像還行 好 試試看 我猜測應該是我剛剛猜的時候 因為它猜不下來 然後它卡到這個黃片凹槽裡面 旁邊兩邊有稍微折到了 我猜應該是這個問題 好 沒關係 我們裝上去 等一下再來做調印 好 這樣目前暫定可以齁 好 接下來我們來調一下音 把這個音調 調回去原本的樣子 好 調音的話你可以使用這個APP 剛好推薦給大家 好 這個調音器的APP 那你可以在這邊選擇你要調的多少頻率齁 確定 好 這個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調音一下 好 我們把它往上高半音 好 應該要磨滿多的 因為剛剛 這個折到應該影響滿大的 這黃片好薄喔 包到你連調音它都會歪掉 不然就是我們用點錫的方法 把它點一下 好 這已經變成還原拉了 它一開始就一直還原拉耶 有點煩 好 在等焊槍熱之前 好 那我們順手把這把琴調整一下 調一下音 如果你的音太高的話齁 在磨黃片的地方就要磨這個靠近焊點的地方齁 你就這樣來回磨 用這種電動的雕刻筆 在這邊打磨這樣就可以了 好 太高的話就在這裡打磨 像這個都已經整個變到紅色了齁 我們就把它磨回來 好 磨回來之後它的間距會有點不一樣 所以你一樣要稍微調整一下這個間距 尤其是你在打磨根部的地方的時候 它的間距會被壓進去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好 接下來下一個八度 欸 這裡還沒貼膠片 好 我們貼上去之後再來試 因為氣密性也會影響到這個音高齁 好 拆下來的膠片你一定要除膠 在尾端的地方會有一些膠 所以我們要把它扣掉 好 這樣你在貼的時候才可以完整的貼 貼上去 好 一樣 黃片根部要做打磨 好 在換黃片的時候 平整的東西黏上去才不會有 無法預期的震動 好 一樣 尾端上點膠 然後黏上去 然後 點 稍微有一點偏左 好 沒關係 這個用打磨的試試看好了 這就不要拆了 這個抖聲音聽起來跟其他的孔特別不一樣 我猜是它焊的時候沒有焊得太好 所以它出現一些怪怪的聲音 好 收再低一點 欸 每一個都不準 好 來 都偏高齁 怎麼動 好 搞定 抖發抖發 這個 低一點 好 這樣 這個 上黃版的內側 吹氣音 我們先 先調整這樣 我現在調的頻率是443 那都落在綠色的 正五的範圍 正五的 零到正五的這個範圍 好 我們現在來做 下黃版的內側 的調音 然後在調音之前一樣 我們先把 它原本的膠片黏回去 黏上去之前 要除膠 用除膠 你用手指頭 把這個 舊的膠摳掉就可以了 那我的習慣 我會連同 它的 最裡面這一層白白的 應該是 酥水層 我會把這個酥水層 把它摳掉 好 因為在 黏貼的地方 其實酥水層的用意 我覺得不大 那能把這個膠片 穩穩的黏住 比較重要 所以我會選擇把它摳掉 這膠片有一點 形狀不太好 手動處理一下 它有點往上翹了 你在 黏膠片之前 盡量要確認一下膠片 它的 平整度是否 是好的 因為很常你黏上去之後 它往上翹 那其實它就一樣 會有這個雜音的出現 好 我們現在把它這個 處理一下 這個膠片的尾巴有點上翹 所以我們稍微的 用手動來 讓它 稍微的 不要那麼翹 試試看 當然 不可能弄到很平整 那就是 我們這種事情就是 反正你試了 有效就有效 無效你就把它換掉 就這麼簡單 好 來 內側黃板的調音 每一款琴它所需要的打磨量都不太一樣 包含它的黃片的材質 還有它的長短 它都會讓你在調音的時候需要打磨量不一樣 那這個就是經驗的問題 好 這邊都已經在這個範圍內了 剛剛這電絡鐵的這一根忽然掉出來 難怪我一直用都無法加熱 好 我們把它鎖回去 第一次遇到電絡鐵 看一看 會掉出來的 網路上有一個 滿有趣的 測試 就是如果 要測試這個人 知不知道電絡鐵 你只要拿這個東西去摸它 如果它有直覺反應會跳開的話 那 這個人就是知道電絡鐵 那如果你拿這個捅它 它會 欸 這是什麼 然後它會給你摸著 那就代表他不知道這個東西很燙 好 那這個也是 一個 有點危險的事情啦 不要 做嘗試 那就是說 有人做了這個實驗 應該是它 加熱之後膨脹 就熱脹人說 然後它 中間的這個芯就掉出來了 那我們繼續 加熱它 等一下我們等電絡鐵熱再繼續處理 我們先處理這一塊 上排的地方 焊槍現在狀況已經熱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把錫點到這上面來 好 現在測試一下音高 好 現在介於拉跟聲拉的中間 好 那我們就 再點一些上去 看一下狀況怎麼樣 欸 好 細掉之後順利點上去 好 但是 這個音高會很低 順利點上去 但現在太多了 好 我們把它吸掉 它現在已經變成抖了 高音的抖 自然 就是你點的時候很容易一坨點上去 然後你完全無法控制它是多少的音高 好 我們就只能 先吸掉大概的 然後等一下用打磨的方法 好 目前看起來好像可以 只是聲音的音色有一點不太一樣 我猜應該是這個關係 那現在聲音有一點點 無法形容的有趣的聲音 好 那我們接下來把琴裝回去 然後我們調外側的音高 吹嘴上了之後 彈簧 這個按鍵裡面有個洞 所以你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去裝 你就看一下洞在哪裡 然後瞄準 把這個彈簧放進去就可以了 放進去之後 要犧牲一下你的指甲 用指甲摳著 然後把它弄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再做一次給大家看 彈簧 進到按鍵的洞口裡面之後 套上去 然後用你的手扳一下 它就可以放進去 好 接下來把黃板 裝上去 內側外側黃板 分辨的方法就是 內側通常會有這個封道的印 會有封道的印子 水垢啦 或是油垢都會有 那 外側不會有 所以這樣就可以裝上去 好 然後我習慣我會先上螺絲 螺絲上完之後 由中間往左右兩邊鎖 那我會習慣先往低音鎖 因為低音的 這個誤差容許值比較小 所以我希望 低音可以有比較好的 密...精密度 所以我會先往低音鎖 好 然後之後往高音鎖 這個嗎? 不行 不太確定是黃板滑牙還是... 平時... 還是... 螺絲滑牙 對一下 這樣點... 好像不是2的耶 好像是1.6的 看一下1.6的... 1.6乘以18 剛好 1.6乘以18 跟HONER的口群是一樣的 應該啦 我們搜搜看 好,一樣的 好,一樣的 不過... 這個都要學習 不然蓋得住 好,可以 這顆螺絲 原廠的螺絲滑牙了 不行用 我們來挑 整個外側的音高 稍微偏高一些 我猜應該是 為了一些新手 所以... 特別把音高 稍微比較高一些 好,最後檢查一下間距 我們就可以先暫時把琴裝回去 好,那我們最後就把口群裝回去 這把琴 開箱開到變成維修大紀錄 太厲害了 好,完成 GM0648的開箱 以及... 拆黃片 貼膠片 上黃片 然後... 調音的全紀錄 然後我第一次開箱影片 開到... 拍了... 快兩個小時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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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又發現一個新的問題 膠片覆蓋不完全的這個問題 好,那這個問題就是 LUNA也有一模一樣的狀況 就是這個黑色膠片它沒辦法蓋的不夠好 那這個我就也不打算修了 因為這把琴我應該也不會大量的用 JU Ed.3 曲 主持人物 JU Ed.3 曲 主持人物 JU Ed.3 曲 主持人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这一把JDR-GM0648的开箱影片 我第一次开箱影片拍这么久 从这个一开始打开 然后测试 吹奏 然后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那个黄片 偏移 拆黄片 然后打洞 公牙 然后贴胶片 除胶 然后再来就是把黄片装上去之后的整把口琴调音 然后也用了这个点席的调音方法 把整把口琴几乎就是你会用到的一些维修技能 几乎都已经展示给你看了 好 那这把琴如果你问我可不可以买 其实我不太确定这个JDR它的品管如何 那如果你问我能不能买的话 我就会撇除这些维修上的问题 如果你今天买到一把琴需要维修 那厂家可以直接帮你处理 或者是换一把新的给你 那我觉得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这把琴基本的样子是好的 包含它的黄片的吹奏性 包含它的气密度 还有按键的这个顺畅的程度 我觉得都是 但是在这个初级琴的的这个范围里面都算是非常好的 除了刚刚花了很多时间维修 那 真把琴一开始的间距我觉得有点小 就包含我刚刚调过之后 我还是觉得好像偏小 所以如果我真的需要大量的吹奏它的话 我会再做第二次的调整 好 那今天的开箱影片 我们就先拍到这里 这款JDR的GM0648 入门款的半一階口琴 好 拜拜